我们来看这个手相 这个手相掌面宽大 但是手指见缝隙 是典型的木土结合的掌型 有土人的稳重 也有木人的多丝善谋 同时掌面也见棱角 是偏筋骨质 筋骨质的人 做事能坚持有毅力 有耐心 韧静十足 是利于事业的 我们看这个生命线初期出现锁链 说明出生家庭环境一般 从小体质不强 偏弱 从这个稀稀拉拉的健康线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健康线和水心线 其实是同一条线 如果说是健康线 出现稀稀拉拉的情况 就容易说明身体处于 压健康状态 那么结合金星秋 这个更宫的位置 这个更宫 这个位置出现凹印 容易肠胃方面有一些问题 注意肠胃的保养 但是生命线在 中年阶段建很多细小的上升线 这个上升线是代表这个阶段 成家立业 努力奋斗 而且上金星十足 非常的勇于面对挑战 但是这个阶段说明中年阶段 从家立业经济压力比较大 面对的困难和阻碍也比较多 特别是来自于事业方面 我们看事业线中期出现断序 说明事业方面容易有一些压力 中年的瓶颈比较多 阻碍比较多 这也是很正常的 这个中年阶段是人生的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我们看感情方面 感情线前期出现锁链文 我们首先讲感情线是天文 它其实也代表和父亲的缘分 说明和父亲的缘分偏浅一些 同时锁链文也说明早年桃花还是比较旺的 那么这个桃花旺到中年阶段也出现一个导文 这个是感情线中期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导文 所以说容易在因缘当中有一些干扰婚姻的因素 那么我们看这个实质熏宫比较饱满 这个是财位 说明正财旺本质稳 那么同时财位说明财运旺 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生命线脑线以及事业线 以及和水星线组合形成这种原宝文 这个是人生当中的财库 利用得当的话 可能在事业和财运上有些大突破 不过呢 因为事业线有一些断续 包括这个水星线 也就是刚才讲的健康线出现 浅淡和稀稀拉拉的情况 财库呢容易有一些漏财 建议这个补充财库 我们下期再了解其他的手下 我刚才看得到 我们下期的迷连 都会用来说明财库的东西 然后再来说明财库的东西